这最新款的奔车S当出租车 全世界汽车迷的天堂到底在哪 不是迪拜 不是洛杉矶 哥们儿 我告诉你 有一地方它叫摩纳哥 我们也没钱这个特别特别宏伟的建筑 特别欧洲齐齐的这个 这个是摩纳哥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个娱乐城 看前面这个维兰了吗 是不是觉得很似曾相识 在电视里好像见过对吧 我们去的之前 你再扫一下这个广场的车 这牢啊什么东西咱们就不讲了 稍微有点俗 这是一个限量版的马刹最新款的GT 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叫车迷心中最神圣的圣地 因为这就是每一年F1摩纳哥大奖赛 最最著名的那个街道 992GT3嘛 国内刚上还只有拼进口的 哇 我第一次见实车啊 哥们儿 看那边 哇 好帅啊 但最关键的是 你看到右边的这个 这像蓝布吉尼的康塔尺 就是那个华尔街之狼里面小李子开的就是这个 我告诉你们这两天啊 据说小李子也在摩纳哥 因为这两天嘎纳电影节 特别特别多的名称都在这一片 然后这一片那个酒店你看 是不是特别有很多那种古屋州的气息 加小两天 一个普特菲头 一个F12 这边还有 哎呦喂 这是英国牌照的绿色的库里男人 这事太正了这个 你们知道摩纳哥有多小 看到这个紫色的线了吗 这就是它的国境线 而整个的国土面积摩纳哥只有两平方公里 咱们国家960多万平方公里 也就意味着它 摩纳哥 它还不是北京的一和元版 但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两平方公里走得很轻松 但其实不是 因为它是山 它错落有致了 全要是上坡下坡 我走累够呛 这国土面积虽然极度小 这第二副的流油啊 人均GDP到7万欧 放眼全世界这人均GDP也是超前的 讲了半天呢 我们再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摩纳哥的物价到底有拓华的 那物价最直观反映的是什么 房价 全世界范围内房价最高没有之一的地方 比如这一款 你看 这是一个140平的房子 它挂到600万欧 人民币大概是5000万 5000万左右 一平米房多少钱你自己送 你再看这个 这25平呢 25平就辟到点 买115万欧 25平相当于 你反正自己算啊 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这地你看到的木瓜粉底的时候有这个房子 起步都是在40万人民币左右一平 而往更高的 100啊 200万左右一平啊 比比皆是 所以你现在能够理解我刚刚说的那句 空气里都弥漫的纸醉鸡米的味道这句话 我们现在走这条路有围栏的这个 这个就是 F1跑比赛的时候就在我们走这路上跑 而我正面前从那个景象望过去 兄弟们 他真的恨欧洲这一刻 这最新款的奔车S当出租车 你这太夸张了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摩纳哥成为世界富人的天堂吗 来走 我们再去看看 停靠在摩纳哥码头的这游艇一个个都有多神啊 你就一进来随便这一个 我看你这最急骂的100多尺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尺没太多概念 我这么告诉你 停在三亚的好多好多船 能有个80尺就已经算是大船了 我看你再看这个 我靠 这真太大了 这个好大呀 这个 当我走到这的时候 你们能感觉到它有多大了吗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游艇 我从来没见过 先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游艇 多少钱 10万 10万 10万元 EURO Thank you 1000万 哦